从本性讲起,你本来是福 这叫礼界福 从礼上讲,一切众生本来是福 这句话非常重要 我们到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容易成就 就是因为你本来是福 所以,阿弥陀佛怎能帮上忙 你本来不是佛,他帮不上忙 所以一定要知道 变伐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众生包括动物、植物、矿物 本来是福 是一体 那我们迷了 迷失了自信 变成六道反复 要慢慢再去修 修什么 把这些障碍去掉 如实而已 啊,佛师修了的不是啊 本来是福啊 啊,去掉这些谜 一切伤死是严重烦恼 把他去掉了 把他去掉了 沉沙也是重要的烦恼吸气 啊,也不再放下了 最后放下 无时无名烦恼 无时无名什么 齐心动念 尘沙是分别 剑丝是支柱 啊,用功夫 怎么用法 自己一定要懂 六根 在六臣上 真用功啊 真用功夫 不要再执着了 不要再分别了 不要再起心动念了 那你看 不执着 你就正阿罗汉了 不分别 你就成菩萨了 不起心不动念 你就是原教 出诸菩萨了 你就成佛了 啊,随修行 就是在六根 戒除六臣 这个地方 啊,我们用什么功呢 一句阿弥陀佛 啊,念念阿弥陀佛 叫我们起心动念 不起来 那就成功了 那就发生到死 还有起心动念 啊 没有分别之处 是菩萨 全教菩萨 啊,也就是 摄法界里面的菩萨 摄法界里面的佛 是这个意思 啊,如果我们有 有起心动念 有分别 没知处 那就是阿罗汉 就是小臣 啊,大臣呢 就是心理菩萨 这叫真修啊 啊,六根在六臣间界上 还是起心动念 分别之处 那是六道万福 啊,那这就是 前面讲的协定觉 那如果我们真正做到了 这就放下了 分别也放下了 直接锻炼的时候 用什么功夫 不齐心不动念 真定觉 这懂得修啊 为什么爱恋福 就是 把起心动念 分别之处 打掉 啊,不让你有这些东西 啊,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是自信 本具的薄弱智慧 用久了 这个作用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就变成 就变成神通了 啊,从肉眼就修成天眼了 从天眼 修成法眼 修成慧眼 修成佛眼 法眼 是阿罗汉 也有人说 法眼是菩萨 慧眼是阿罗汉 这都没有关系 不重要 啊,怎么说法 经上都能找得到 啊,这都是中间的层次 有上有下 啊,一般我们讲 用经感情 无疑悦悯 啊,我们举着一个例子 啊,也在四相上修行 儿在阴身上修行 鼻在香味上修行 石在肠胃 身在接触 一,在七心动念 妄想 扎念 啊,统统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这个金宗描绝了啊 就用这一句佛号啊 把这一些障碍 扫除得干干净净 那,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显起了 本来面目是佛 不是凡佛 阿,你,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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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陶,佛